各位TK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下午要帶來一場非常奢華的直播 那是什麼呢? 介紹的主角就是我身旁這台奧迪全新第四代A8L 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其實我等一下就會來大家講解 至於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小編也都會陸續幫大家回答 好話不多說我們開始來看看這輛車的外觀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你可以看到全新世代的Audi 他們A6、A7、A8的這一個世代他們車頭真的非常霸氣 為什麼?因為他們這個水箱護罩的面積真的超級無敵大的 那再加上大量的這種鍍鉻設計呢 你當然在車頭看過你就會覺得這輛車非常非常的貴氣 那除此之外呢各位可以看到一些地方 我相信你如果是Audi車迷的話你應該就會注意到 哇你看他們新世代的頭燈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喔 各位如果今天是把這台車停在地下室 然後不論是解鎖或者說把車輛鎖起來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這些燈具它會動態的變換 那最漂亮的我覺得是在車尾的部分 它會整條式的車尾燈都會進行閃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全新世代A6、A7、A8非常出色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頭燈呢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地方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因為這輛車已經選配了高階的HD的這個矩陣式的頭燈 所以呢它對於動態照明的這種適應性會再更強一點點 那當然裡面的燈體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LED的設計 所以非常的經營氣透 那旁邊還有三個條狀的設計 它本身你只要開車之後它也會亮的 所以車頭看起來我覺得蠻吸睛的 那至於看到車側呢 我必須講車側各位可能會認為說像A8 尤其我們還是試駕A8L這麼龐大的車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車側看起來好像有點樸素 好像沒什麼亮點 可是各位可以看幾個地方 第一個從它的腰線來看 你會發現車門把手這邊 它是一個高度的腰線 它比較低一些些 但是呢在輪拱側 不管是前後輪拱 它的這邊又有另外一道腰線 它是更高的 比門把處的這道腰線來得更高 所以它會讓你有著好像前後輪拱爆歸的這種感覺 他們是為了效法這個Audi Quattro 這台非常經典的戰將所設計而來的 當然或許各位會感覺 哇這台車不外乎就是側面就很龐大這樣 可是你當看到一些小細節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還是有把他們Audi的一些歷史融入進去 那為什麼我現在站在這邊呢 其實有兩個東西要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三角窗 你假設是看到雙B的 不管是7系列或S-Class的話呢 你會發現他們的窗戶大概就是只坐到這裡 也就是車門的末端而已 但是呢Audi A8它都會加上這一塊 所以會讓你的後座採光感覺會更好一點 那此外當然也會讓你感覺車身更為修長 那再來看到輪圈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值得好好介紹 這一台呢它輪圈並沒有選配 它是搭配19吋的輪圈 前二...呃...不是前後 是前後都是四輪都一樣 是255 45 R19的這個輪圈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原廠標配的造型來說 就已經相當亮麗了 但是我想各位如果對於這個車輛氣勢有所琢磨 有想要讓它更有氣勢的話 當然原廠也提供了包含20 21吋的尺寸 都可以讓大家進行選擇 那這個東西呢我覺得 你如果是對於外觀很care的朋友的話 其實我也是滿誠心推薦可以選上去 因為當然可以讓你的車輛氣勢再加分 那再來我還有一個套件可以跟大家介紹 就是其實A8來講它還有推出一個鍍鉻套件 鍍鉻套件會差在哪呢? 文這台是沒有選配的 你會發現鍍鉻套件的車子 它的門板上方這邊它會是鍍鉻的材質 另外一個地方我覺得它定義了 為什麼我認為鍍鉻套件值得選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這輛A8L 它的下面很像排氣管的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它很像做四輸排氣管 但是它其實是假的 它真正的有公用的是在右邊隱藏式的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會喜歡這個造型 你不用選鍍鉻套件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看起來有點討厭 有點假假的 那沒關係 你鍍鉻套件選上去 這一個設計就會不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則是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要不要選配的 那看到車尾呢 當然不外乎 就像我開頭剛剛說的 你可以看到它橫貫整個車尾的這個尾燈 真是非常漂亮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 這一台還選配了OLED的這個尾燈 那OLED它有什麼特點呢 各位應該如果對手機有研究的會知道 OLED它比一般的這種發光材質來講 來得更薄 那這樣呢 它只有1 2 3 4 這四塊它是採用OLED 那這四塊呢 它其實在發光的時候你就會看得出 它其實整體的造型設計是非常輕薄的 當然我知道這些東西或許有人要講說 啊這不是有一個尾燈的一個小小發光的地方嗎 可是其實我相信各位從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包含你每一回去啟動還有鎖車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尾燈很漂亮的在這邊變換 我想這個也是你買了A8L這麼一輛尊貴的車子 你應得的非常尊貴的這種視覺享受 那接下來我們看完了外觀 我們準備要在進入車室之前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值得大家一看 那就是它的行李箱 你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來講 它是有505公升的容積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正常大小的後背包 在裡面來講其實真的已經是非常小 這個畢竟它是適合像是老闆啊 董事長這類用為做車的 所以當然你不論是出國的大尺寸行李箱 或者說你看像這樣子這麼大隻的全尺寸的這種雨傘 你都會很輕鬆的放在裡面喔 那當然肯定的 以這麼尊貴的車來講 它肯定也是配備電動尾門的起幣功能 所以各位你不論擁有這台車是想要自駕 或者說你是想要拿來接送外賓 或者說選它作為公司的這一個公司配車 其實真的你這些小細節都值得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準備到A8L的車上來看看吧 走 哇 上到A8L的後座 其實上這台車之前你光開門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這輛車他們對於細節的追求真的很厲害 怎麼說呢 除了它有這種旗艦防車該有的這種自動吸門這種設計 也就是你輕輕靠上門它會利用電動自動幫你合起來 這個設計之外呢 其實你在拉開門把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他們 Audi A8把車門把手設計得非常精巧 你只要輕輕一扳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把車門打開 你不需要像很多車子一樣 你要拉很高很遠 基本上你會感覺你好像碰一下它 再施加一點點離島門就開了 所以你光上側這個動作都會讓你感覺非常尊貴 那來坐上後座呢更不用講了 像我旁邊我可以升起旁邊的這個電動遮陽簾 那另外呢其實就連在後擋風玻璃這邊也有後遮陽簾的設計 那只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錄影的關係 所以我們盡量不把天窗 像是我上面有一個後座獨立天窗 還有遮陽簾這些關起來 因為不然的話怕車廠裡面太暗 等一下各位看不清楚 那但是還有什麼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畢竟我們這輛是A8L 各位要知道它的車廠已經比舊款的A8L來講 多了37mm之多 那如果是車室裡面呢 不要覺得它只是全廠增加 它其實在車室的眾生來講 它其實也有增加了32mm 或許我現在前座目前是我的駕駛座姿 所以會感覺說座位比較前面 但是我相信各位也看得出來 就算我把它調到B柱這邊的位置 我絕對都還有超過三個拳頭的這個距離 所以真的是非常寬敞 那椅子更不用講了 你可以發現在我門板處這邊呢 還有幾個小小的按鍵 這邊就可以設定像是你的飛機的商務艙一樣 不論你想要坐挺一點像我現在這樣 或者說我想要躺平一點 我可以按這一個 那這樣子我這個椅子 目前就會慢慢前移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發現我現在越坐越躺 它或許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的平躺那樣 可是像這一個姿勢來講 你已經可以很享受的 來不論是在車上休息啊 或者說聽音樂都是很享受的 那再來呢你可以發現A8L它非常厲害的地方在這裡 我把中央的扶手放下來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連放下來這一個 這種感覺都是非常尊貴 它有阻尼的設計 它不會蹦一聲就掉下來 那這邊有什麼重點呢 你可以發現這邊一樣就是 假設我中間不需要坐人的時候 我椅子的調整就不用靠門板那邊 我可以直接用我手這邊進行 不論是我的肩頸這邊的支撐 或者說我的腿墊的這個長短 或者要坐的挺一點躺一點 都可以藉由這邊進行調整 那這邊呢 則是包含像是腰部的支撐這些設計 都是非常的精巧 但是最重要的或許就是這邊這個設計 它跟各位的手機一樣 假設你的手機也是用LED的螢幕 它也是用OLED的螢幕 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的 不論是這個觸控的反應來講 或者說顯色 其實都是非常漂亮 這個5.7吋 可以隨身 不建議隨身攜帶 但是你至少是可以說 像我現在 就這樣很輕鬆的拿起來 進行調整我的後座車廠的設定 例如什麼呢 例如像是 各位可以看到的音效 我的音響 我想要 進行等化系的調整 或者說 我要進行這個媒體 我想要聽廣播 還是我想要聽CD 那 捲簾跟座椅的設定 當然也是 在這邊可以進行設定 我假設想要 座椅通風 或者說 座椅加熱 那這邊呢 則是空調的設定 這邊都可以進行設定 你可以看到 我進行溫度的調整 或者風量 後座風量 我想要小一點點 就可以進行設定 而且這個還是 只有單邊左邊的 它還有 第二 就是我右手邊的這個區塊 因為這輛車 它有四軀恆溫空調 所以你可以發現 左右的可以進行獨立的控溫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值得大家來看 就是玩這輛車 它除了選配的氣氛燈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有一個非常漂亮的燈條 之外呢 當然因為現在白天 可能現在它這個 橘紅色 並沒有那麼亮眼 但是其實 它在晚上的時候 會非常漂亮 那這輛車 除了選配那個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很棒 那是什麼呢 那是它的 矩陣式的閱讀燈 就是這一個閱讀燈 這個地方 有什麼厲害呢 我先 都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到 它都是這樣 一格一格的嘛 對不對 那一格一格的是要幹嘛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手中這個平板 來 各位可以看到 照明裡面 它有一個矩陣式照明 它這個是怎麼用呢 其實就可以告訴我說 我現在坐在左邊來講 我想要進行個性化的調整 這樣子我就可以來選擇 我照明區域要廣一點 還是我不想要影響到旁邊的乘客 我照明窄一點 能照到我的書就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這樣子進行滑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燈也都在進行變換 不斷的在調整它的照明區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連一個照明的設計 真的也都設計得相當奢華 其實我覺得這一部分也 沒有愧對於他們 他們奧迪他們對於燈具技術的這個設計 其實真的是非常高明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小小的平板 不論是音響、冷氣 或者說遮陽 或者說燈具的設定 都可以進行在這邊設定 所以真的是非常豪華 對吧 好 那接下來後座還有什麼其他地方呢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按鍵 忘記為大家介紹 這邊有一個按鍵 像現在它紅燈沒有亮 所以我進行這邊的調整的時候 就是我的右後座椅的調整 那假設我這個燈按下去了之後 我現在調的 則就是副駕駛的座椅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於就是 像我們會講說 通常來說 司機坐左前方 那大老闆來講 就是坐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的副駕駛座椅 可以往前進行調整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獲得 最大的一個腿部空間 那當然 或許有些朋友 會看到之前 國外的他們奧迪的場照 會發現 哇好厲害喔 他們這個 副駕駛這邊 假設躺平的狀態下 它這邊還會有一個 可以讓你 把腿放上去 甚至按摩的一個機構 但是 這個部分 台灣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導入 其實不是說 台灣奧迪要把這個配備偷掉 而是說 因為 這一個 那一個 斜腳墊的 跟按摩的這個設計呢 其實它只配備在 四人座車型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 五人這一台是標準五人座 那因為台灣市場的關係 他們分析出來 其實五人的市場 還是比較大一點點 各位可能比較用不到 那至於那個東西 或許沒有的話 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只要把 這一個 副駕駛座調到最底 你可以發現 這樣子 你後座絕對會有一個非常誇張的空間在這裡 不論你體型是高海胖瘦 我相信這個空間對你來講都是非常大的 那 我覺得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一定要提 就是 你可以發現它椅背雖然已經前倒了 但是 它不像 我們之前試駕過有些 同級的豪華車款 會發現它 椅背可以倒很前面沒有錯 可是它的頭枕會很容易擋到駕駛的視線 可是這輛車它推到這裡 它並不會擋到駕駛的視線 所以我覺得 你不用在那邊 頭枕拆啊 裝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這輛車一個非常便利的特色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該來去前座看看了 好 好 在它的前座呢 各位則可以看到 哇 我稍微把我的座椅後移一點點 這樣子 各位比較好跟大家介紹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全新的A8的車內呢 其實真的 設計是相當相當的漂亮 大量的這個皮革材質 然後 我旁邊的木紋飾板 還是尤加利的木紋 那至於 在這個門把手旁邊 這邊呢 則是擠皮的設計 它是有點棕色擠皮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不至於太暗沉 那再搭上 這個 鋼琴烤漆 各位就可以看到 然後還有這個 霧銀的這種飾條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層次的這種 材質搭配 那這樣子呢 自然也可以讓你的車式 感覺相當豪華 而且 在我門板旁 這邊 它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垃圾桶 這個東西呢 是 四個門上都有的 所以 各位如果要放小東西啊 或者說像停車票卡 其實你都可以放在這邊 非常方便 那至於中間呢 中間其實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他們 先世代的A6HA 把他們導入了兩個大螢幕 你可以看到 上面是10.1吋的螢幕 下面 8.6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螢幕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 像假設駕駛在進行 導航設定的時候 我的副駕乘客還可以同時 進行溫控調整 那這樣子呢 就不用擔心說 哇 我車上的乘客 一次只能做一種事情 那這樣子真的是有點痛苦 對吧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導航 其實 正常的導航來說 各位看到的應該是像 這樣子 各位熟悉的導航介面 大概是像這樣子 對吧 它是 這種 平面圖 對吧 那這個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到 它的反應已經算快 而且相當精細了 那但是 我再把這個地圖設定這邊打開 衛星地圖 打開之後你可以發現到 它整個完完全全發揮出了這個螢幕 超高解析度的這個特色 它這個圖子是由Google Earth的那個圖子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不是空拍 這個是實際的畫面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的導航竟然可以做到這麼細 而且反應並不會卡卡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非常精細 那再來呢 還有像你在進行 喔剛剛忘了講 像你在進行這個衛星導航的時候 你應該會常需要做一件事是什麼 當然就是我要搜索 我要去哪裡嘛 對不對 那 稍等我一下下 好 好 好 你可以看到 這邊 假設有一個地圖 好 我先把導航關掉 好 他剛好在講話 沒關係 那我現在直接講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搜尋嘛 對不對 搜尋當然就是 搜尋當然就是 我要告訴導航我要去哪裡 那你可以看到 我搜尋點下去之後 下面的螢幕 已經變成了觸控板 觸控板 你可以打一般的注音之外呢 打一般的注音之外 你還可以用手寫 你可以看 好現在是手寫畫面 手寫畫面 我們熟知一般都是你 輸入一個字 等它個兩秒 K進去再輸第二個字 這輛A8上不需要 你可以直接寫三個字 你可以 等一下 來 我們再試一試 它 不是它的BUG 來 你可以看到 我直接寫三個字 它就直接進來了 所以 這個在操作上面 就非常方便 你不用在那邊等它 等半天 你才能輸入第二個字 當然 你還可以藉由 方盤上面的這個 這個聲控按鍵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人的按鍵 按下去 這樣子 你就可以發現 中控這邊 它就可以 我只要照著它講的 像是播放飛碟聯播網 這樣子來講 它就會把這個指令輸入進去 然後 它就可以進行 直接幫你進行廣播調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螢幕來講 真的是 以科技感來講 已經是沒話說了對不對 那我其實還要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各位剛 或許應該沒有聽到一個 啪啪啪的聲音 你可以熟知 我們一般的觸控板來講 就像我的手機一樣 應該就是觸控一下 可是問題是說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有時候不見得 知道那個功能按進去有沒有 所以奧迪他們非常厲害 他們的觸控介面來講 需要稍微大力一點點按下去 稍微一點點 類似像你在觸控傳統按鍵那樣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發出 啪啪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震動回饋 這樣子它就會告訴你 你的指令已經輸入進去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的細緻 已經跟一般我們所熟知的這種 不管是一般的觸控板 或者說手機來得更為先進 它甚至有觸控回饋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空調也可以進行用 拖曳的方式來調整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這個整個螢幕的設定 真的是非常高級 那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各位可能要再 等於是受買車之後 可能要自己注意的 就是看它這個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它整個面板都是黑色 我不太確定你買車之後 馬上回去會不會比較長 讓這個螢幕弄到燙燙的 可是至少我們今天在試的感覺 它並沒有像是過熱 熱當的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值得講 因為我們現在都講到這個螢幕了 那我就現在把這個車輛排到這個 倒檔 你可以發現 它除了有這個軌跡的這個變化 你可以發現到 還有這個軌跡導引之外呢 你還有各式的鏡頭 你可以選擇 這個是左右輪 然後前後 前面的兩個輪子 然後車前車後 廣角或者說一般的這個角度之外 它最厲害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3D的按鍵 按下去 你可以發現圖像出現一台A8 我竟然還可以滑它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這一台車子 周遭有什麼東西我都一清二楚 我這一個停車格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我都一清二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台車非常厲害的地方 好 那我覺得以上其實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前座 最關鍵的地方 那至於我駕駛座實際最常用到 當然肯定是我眼前的這一套系統 那這一套系統呢 還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發現我眼前的這個數位儀表來說 它可以像一般的Audi一樣 就是 他們可以做轉速表跟地圖的切換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現在這個 Google的這個地圖 Google Earth的地圖 真的是解析度非常的高 那我 甚至我要玩的時候 這只是好玩啦 你可以發現 我竟然可以把它一直說一直說 說到一個地圖 你就會知道 這一個圖枝 它是由Google Earth來的 所以我相信有人導航不會這樣用 可是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也是這套系統強大的地方 對 好 那我想一下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等一下 我導航我發現還有一個地方要講 導航 我先隨便搜尋一個地方 像是Audi服務中心好了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介面中 它右上角有一個G的字樣 這個G的字樣按下去 代表它車上的這個SIM卡 已經連接到網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 這一個Audi 這一個地方 人家評論這個地點 你可以看到右邊 人家評論這邊是4.5個星 所以我還可以看它的詳細資料 你可以看到它 它現在正在跑網路 有沒有 營業時間 或者說照片 或者說這個 下面的網友評論其實都可以出來 所以這個也對於說 像我們假設今天老闆不知道去哪裡 可能只是想去某個陌生的地方吃個飯 這個就都可以來搜尋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當棒的地方 那在最後呢 我想則是一些小小的地方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像是這輛車 它還有什麼配備 好比說它的這個空調除風口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把空調全部關閉 你可以發現它現在會有一點慢 但是你可以發現它的空調 冷氣口正在往內熟 然後上面的木紋飾板蓋下來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們對於這種奢華的營造 其實也是相當的費勁 你可以看到 哇現在它空調打開 每一回上車 你都有迎冰著你的冷氣空調介面 對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相當棒的地方 好 那這樣子我想內裝應該講得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 再來講最後一個地方好了 也就是它的安全 安全的部分 我必須講 因為這顆 因為這輛車它已經有八顆氣囊了 所以整體來講 在搭上它比舊款車增加了24%剛性的這個車體 其實整體來說安全已經非常棒 那至於大家最關注的科技配備呢 其實它也幾乎是全配了 比如說像我車身旁邊的這個盲點偵測系統 然後還有像我這邊 左手邊這下面的定速感來說 它也有ACC的功用可以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它可以 除了你在高速上可以用之外呢 你在左手停車的市區中 也都可以使用它 而且我覺得它非常棒的一點就是說 像是它的ACC 它可以跟到完全停就算了 像一般的車跟到停的ACC 它可能是到最後一秒才重踩煞車 幫你車硬煞下來很不舒服 但是這輛車的ACC 還有賽車輔助來說 它會很柔順的把車子停下來 那這個東西我也覺得是 這輛車非常棒的地方 然後當然其他的包含像是 我剛剛給大家看過的360度環景啊 或者說這個 你假設前面的車緊急煞車的主動自動輔助 這些也都有 那只是說各位一樣 也不免除了再跟這位 那另外一點呢 我覺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對於A8的國外新聞 有所了解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國外的A8 其實當初在發表的時候 有推出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 假設你車子旁邊有車 可能快要撞上來的時候 它的氣壓懸吊會把 準備遭受撞擊的那一車的車身提高 這樣子呢就可以利用底盤 非常高強度的底盤 來承受這個撞擊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完全靠門板接受衝擊 人可能會受傷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說它的半自動駕駛系統 其實當初它在發表的時候 它是宣稱它們其實已經到了Level 3 那Level 3的這個半自動駕駛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你基本上把AC打開之後 你就連方向盤都可以完全放掉 你不用管它 不用踩油門就算了 你連方向盤都可以放掉 只不過像我剛剛講說的這個 底盤承受側重的這個系統 還有Level 3的這個半自動駕駛系統的話 其實都是屬於AI半自動駕駛的這一套系統裡面 那這個東西呢 我必須講不是只有台灣沒進 其實就連德國他們自己也都沒有進 所以這些呢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值得先釐清一下的 整體來說這輛車 你可以看到它外型已經非常漂亮 內裝非常奢華 安全來講基本上也都是全配給你的ACC 然後塞車輔助然後盲點系統 甚至它連你停車準備要開車門的時候 後面有車子即將撞上來 其實你在開門的時候 它都會幫你延遲開門的速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他們對於整體的設計 其實都已經相當全面了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說了這麼多 也該去好好的了解說 這輛車到底在實際上路的感覺是如何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吧 然後談到Audi A8的動力呢 我們可以分兩部分來看 一部分來說從它的車型編成 台灣的A8只有分長軸跟短軸兩種車型 短軸是搭配的50TDI的這個柴油引擎 那至於我們今天試駕的長軸版呢 它則是搭載的是3.0升的V6單渦輪增壓引擎 那這具引擎呢 你或許 在看它的動力的時候 哇 340匹 然後51公斤米的扭力 它看起來表現應該是蠻狂暴的對不對 但是呢 你實際上會會發現 其實你踩踏油門 它是反而是帶給你 符合這輛旗艦房車該有的這種樣子 它輸出相當的平順 那再搭配它這個八速的手自排便物箱呢 它換檔速度其實也是夠水準 所以以0到100加速來講5.7秒 這個或許你可以看出來 這輛車它固然不是性能定位 未來可能導入台灣 而且還是以八缸動力配置的S8 那麼狂暴 但是呢 這輛車整體性能表現 其實已經有相當的水準 那至於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可以提到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點 因為這一次Audi A8 全車系都搭載了48V的 輕型複合這種動力系統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它在後箱底下 它有一個小小的 像是鞋合大小的這種電池 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有48V的電力 那這樣 它引擎所連接的這個啟動馬閘 當你油門放開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發電機 那把電量傳到那個電池裡面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像是假設我現在 在60公里巡航來說 你只要速度在55到160公里之間 你把油門鬆掉 當然你不要在加速的狀況下 像是可能上坡這種它自然沒有辦法 但是你如果在高速公路快速到55到160公里巡航的時候 把油門鬆掉 你可以發現它的轉速表會掉到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它的引擎就已經熄火了 它是用滑行的在帶你前進 那這樣呢當然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它自然可以減少油耗 雖然整體來看並不是非常多 每100公里可以減少0.7公升的汽油消耗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除了你可以擁有性能 可以擁有舒適之外呢 你還可以多了一點點這種節能表現 而且重點有些人會講說 那這樣子它在高速公路上 引擎又再發動一次 我車子不就再抖一次 事實上不會 因為它的啟動馬達是用皮帶帶動的 所以在啟動的時候 引擎的震動其實非常小 你只好在停等紅燈 它可能像是引擎自動起閉系統開啟的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哇靜止的時候 它引擎發動稍微抖了一下 但是你在行進間的時候 它這個抖動是近乎難以察覺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非常精緻的設定 也是非常符合這輛A8L該有的特性 所以說到A8L這輛車的操控 到底感覺是如何呢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當然它的車身剛性 因為它有超過58%都已經大量使用 包含像鋁合金還有碳纖維這種尖端材料 它的碳纖維是用在後座的 椅背後面的那個隔板的部分 所以呢它的車身剛性 其實已經比前一代車型增加了24%之多 那再搭配上它的這個 quattro系統呢 你其實就會發現 哇這輛車實際在彎道上的表現 真的是很厲害 怎麼講 因為它的quattro系統 平常來講 它前40%的動力 後60%的動力 那假設我開得比較快的時候 或者說假設真的有單側輪子 或者說其中一軸比較沒有抓地力的時候 它前輪最多可以分配到70%的動力 後軸則可以分配到85%的動力 那這樣子呢 你就會發現 哇這輛車它已經很長了 5米3的車長 可是我在開的時候 我就是發覺說 它其實整體的轉向感 或者說這個彎道 彎中的特性表現來講 還是相當的中性 會讓人覺得非常好加油 那另外一點呢 除了它有這個可變轉向齒比 還有可變輔助力道的這個轉向機構呢 有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一定要提的 第一個當然是它的氣壓懸吊 因為你只要透過這個行車模式選擇 像我們現在在Comfort的模式下 它固然它側傾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它路上的一些小碎破的這種路面 或者說貓眼池 我在碾壓過去的時候 我都只有覺得一點點的小小的震動而已 我幾乎快感覺不到它 所以行路的平穩感受是非常棒 我相信這也是這個族群買家 絕大部分時候都會選擇的行車模式 那假設你真的 你既然不想要買S8 但是又想要把這台車開快怎麼辦呢 把它切到Dynamic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它這個時候除了引擎的動力 因為它的變速箱已經換到比較低的檔位 所以你會有很棒的這種3.0升V6引擎的聲浪之外呢 它的懸吊最重要了 它會下降 而且它從原本柔軟非常舒適的這種懸吊體驗 會改成了一點點柔中帶Q的這種特性 所以我一樣壓過貓眼池的時候 我會發覺貓眼池的感受更為明顯了 它的碎震多了一點點 但是它當然支撐力會表現得更好一些 只是說我不建議這台車你把它當S8來開 因為這輛車你會發現它車重 它固然已經比入門的柴油A8車型 來得輕上20公斤 但是整體重量還是達到2030公斤 所以它真的是一輛非常重的車 那你在長下坡又非常急 而且非常重度的踩煞車的時候 當然它的煞車一下就會冒煙了 自動力還是充足 但是你已經會感覺到這台車在跟你講 我不是適合這樣開的一輛車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市區來講 你會發現這輛車還有很棒的 就是它的四輪轉向系統 前輪當然我想各位非常熟悉 那後輪的部分 它在低速最多可以轉向達5度 這個5度的幅度 你就連路人在路上看 其實都已經看得出來它後輪有在轉 那在高速的時候呢 則可以同向跟前輪同向兩度的偏擺 這樣子可以帶給你比較好的高速穩定器 那在低速呢 它甚至會擁有跟A4 差不了多少的回轉半徑 你想這輛5米3的車 竟然可以跟A4回轉半徑差不多 我想這樣子講 各位應該都知道這輛車回轉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靈巧 所以呢 我覺得各方面 不論是它的動力的精緻度表現也好 或者說它的底盤舒適度 整體來講這輛車的表現真的已經非常棒了 各位如果對這輛車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去私下看看 好 各位 如果你看到這裡 不論你是從頭待到現在 或者說你現在看到這一段的朋友 其實我都非常感謝各位看到這裡 因為你可以知道 經由我剛剛的解說 你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Audi全新的A8 A8L 它們真的是一輛科技滿載的一輛車 它除了外型非常漂亮之外呢 內裝很相當的奢華 而且它Audi最不容錯認的這種科技感 不論在外觀上 不論在內裝 其實都已經完整體現給大家 我相信各位 有機會親身接觸這輛車 應該都可以非常濃厚的 來感受到這輛非常聰明的一面 當然 安全的部分 雖然他們國外的Level 3的 半生中AI駕駛的系統 還沒有辦法進來 其實國外也都還在進行測試 那其實 我們已經知道 A8L其實還有這樣的潛力 那至於各位要說 包含像是 那些東西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進來 其實我們也相當期待 就連Audi台灣 他們也相當期待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說 就是說 A8L現在的設定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完美 它的動力來說 非常的柔順 但是你全力驅測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動力非常飽滿 那安全 就成為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各方面的表現都已經相當的出色 而且它甚至有 值得對應這麼豪華車款的細膩的一面 所以呢 你要說559萬的售價 會不會貴 我必須講真的 當然559萬不是一個小數字 可是 你當在發現 這輛車的一些 detail設計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559萬能買到的是 Audi他們最以你為傲 最先進的科技靈魂 所以呢 各位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 真的真的 千萬要記得去展示間 好好體驗一下它的魅力 我是Jason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掰掰 你 請問一下 對不起 你 5000